美国当前的房贷利率 与去年同期相比高出4% 在利息高涨 银行放款额度紧缩下 民众买房子负担更重了 100万的房子如果贷80万的话 那差不多要比去年同期 一个家庭每个月负担要超过1500左右 去年如果能买到100万的房子 那今年可能只购到差不多75万左右 面对房贷利率高 房价走跌 想买房的民众陷入两难 业者建议 对于有刚性需求必须买房的民众 目前正是买房时期 可以评估租金支出 以及房贷利息抵扣收入的条件 如果自己买第一套房子 那我建议就是 如果您现在够条件 那您就出手 如果投资的话可以观望一下 现在不见得是个好时机 虽然是目前利息比以前高 比去年要高很高 但是以后如果利息下降的话 你还可以在refinance 把利息降下来 而现在就是因为买家比较少 有个好处就是 你能买到比较满意的房子 他提醒有房租收入的民众 在申请贷款时可以把房租计算进去 作为贷款的有利条件 他购买这个投资房的未来的收入 75%可以作为他的income 这个租金的收入就是要估价来决定的 这个不需要有什么其他证明 目前房价预期还有下修空间 他建议投资型购物的民众 除非租金收入可以抵消房贷支出 否则可以再观望 新唐人记者 玉京、朱田田、洛杉矶采访报导